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地疫情的措施放宽 由21天变成10天的时候 建议大家去追求 这些未必是最稳定的 反而跌了下去 我又可以留意一下 为什么呢 其实主要有几个原因 一 疫情的措施真的改变了 我相信也不会扭转 而且你看看疫情怕反弹 但其实那个幅度相对上轻 由21天变成10天来说 的确是有帮助的 第二点就是航空股的成本是什么 是有 油价 其实你这样对回来的时候 对于它的成本压力 其实会有一个大幅的舒缓 帮得到整体来说的营运 另外来说 整体 其实我也是觉得 三只怎么选择都没什么所谓 因为你在拨拨整体的周期 看有没有机会见底 但如果你才是三只选拨 为什么又可以留意一下各行呢 因为始终 国际航线的占比是相对上重的 如果你只是推回到疫情之前 所以如果你将去抠下股份的话 反而跌了下来 因为这两大因素之下 还有我觉得内地的航线 那个航班其实是回暖的 你看看近期数据 到底会不会又跌回呢 很难说 因为你真的要看疫情 但是初步你看 又不是反弹得那么严重 疫情你都是看它 一直一直继续有害放宽 因为你看上海 可能你禁KTV那些 因为有些是爆发群组 但它也是持住你 回复正常的复工复产 那个时间表其实没有变 它们都是强点 所以欧巴对于内地本土的航空的需求 我又觉得暂时又见不到有一个big job 反而是继续在回短的趋势 我相信会持续得到 另外如果放宽措施落实的话 国际航线可以多一点点 大幅放宽 都是维持住之前看法 未必的 但如果它真的放宽 慢慢看到是多一点点 对于内地航空股来说 都是一个不错的帮助 所以 这类型的股份 现在冲了上去 直播性 由低一点 如果它调整回来 坐得深一点 又未尝不可 它可以去hold 再加上你整体股市 看看有没有机会调整一下 那情况之下 你不妨去hold 这类型的股份 如果它能买 等下 不需要这么急 又可以等它坐回来深一点 落到五个岭 这些水平 甚至乎 如果股市 有一个比较大的客行调整压力 甚至乎 疫情 有一个比较反弹的局面 落到五个岭 甚至乎穿低位 其实也不期 要去留意 不过 如果你真的想去hold 这个股份 我觉得是分住去买 其实也是可以去考虑 第一个位置 你落到五个两合半 至五个三 你入第一住 如果你落到乘五元 甚至乘到四个岭 你就可以入第二住 因为你再对比之前 这么差的情况 你三月底 四月 它都是熬着这个水平 所以 除非你真的 好像霸回到三月底 四月 四月 五月 那些这么差的情况 它们就再坐下来 这个位置 否则的话 我相信它在 这么大幅调整的情况 的机会性会低一点 只要一个情况 就不排除你的股市 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无论你是A股 A股其实调整的幅度 就算这份调整 我也不觉得它太大 它们可能是三千二 左右 就是上乘指数 三千二至三千三 应该都会挺大的支持 所以 想去看股份 去拨一拨 周期是低位 我觉得各行是可以拨 但又未必需要现阶段 就要出手 看看有没有机会 落到五个岭 这样的水平 才去出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